冬奥快乐在线的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税法课堂 那么我们上节课呢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企业所得税当中啊 一般收入确认当中的前三项 也就是说呢销售货物提供劳务以及财产转让 那么今天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一般收入确认 首先看一下第四个 股息红利等全形投资收益 那么什么叫股息红利等全形投资收益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概念 是指呢企业因为全形投资 从被投资方取得的收入 也就是说呢在这给大家举个例子 咱们大家就能明白了啊 还是举大勇公司的例子 假如说呢大勇公司作为一个投资企业 给B公司投了多少钱呢 投了两百万 然后呢占到B公司呢百分之二十的股权 所以呢在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 B公司作为被投资企业来讲的话 他假如说在这一年当中呢经营比较良好 挣了钱了对不对 那么其中的百分之二十应该分给大勇公司 对吧那么这百分之二十就叫做什么 就叫做股息红利 因此呢其实这个概念呢 其实比较简单的 对不对 方便咱们大家呢做一个理解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股息红利等全形投资收益当中呢 需要涉及到的几个问题 还是那几条线啊 第一条线看一下 股息红利等全形投资收益应交的流转税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一定要结合一下税益当中的一部分内容 看一下它跟流转税之间的关系 对不对 但是呢股息红利是我们这九项一般收入当中的 比较特殊的一项 也就是说呢 它不属于利息或者是利息性质的收入 因为呢这种股息红利的话 它具有非保本的这种性质 我们都知道哈 作为这种利息形式的话 我们都知道它应该是到期还本付息 也就是说我不管你背头的企业 也就是这个B公司经营的究竟怎么样 那么你到期了以后 只要是我取得的是利息收入的话 那你都需要把这利息给我 对不对 所以呢这种利息收入是具有保本性质的 但是呢这种股息红利等全形投资收益 它是具有非保本性质的 也就是说假如大伙公司 现在给B公司进行投资了以后 那么现在大伙公司跟B公司 就是一家人了 对吧 所以呢他们两个之间融入与共 因此呢B公司挣钱了 给大伙公司呢分股息红利 对吧 B公司赔钱了 那么大伙公司也跟着赔 对不对 所以呢这种股息红利 是具有非保本性质的 但是如果是利息的话 是具有保本性质的 所以在这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我们到后边的话还会给大家来细讲 那么在这只需要知道一下 那么在这里讲到的 股息红利等全形投资收益 一定是不属于我们在增值税当中 例如金融企业来讲的话 那么这种利息收入是不一样的 这个跟增值税当中的 这种金融企业取得利息收入 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它既然不属于利息 或者是利息性质的收入 因此呢就不再征收增值税 这个是股息红利等全形投资收益 它跟流转税之间的关系 是不征收增值税的 第二条线就是 涉及到的快捷处理问题 那么涉及到的快捷处理 股息红利等全形投资收益 我们很明显应该把它记录到哪 记录到投资收益里边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提示三当中 针对于股息红利的一个 收入确认时间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除了另有规定以外呢 应该是以被投资企业的股东会 或者是股东大会 做出利润分配或者是转股决定的日期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一定要清楚一下 那么主体究竟是谁 也就是说 谁去主导这个收入的确认 一看是被投资企业 也就是在这个例子当中的B企业 对不对 这个B企业才是刚才我们所讲的 这个叫什么 被投资企业 因此我们看的是 被投资企业股东会 或者是股东大会 做出利润分配 因为我们这种股息红利 其实就是一种利润上的分配 对吧 当然在分配利润的同时 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转股的情况 也就是说 我不给你分利润了 我给你转股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看的 这个收入确认的日期 一定要看的是转股决定的日期 所以呢 分的时候两种形式 一种是分利润 一种是给你转股 对不对 如果是分利润的话 就是做出利润分配的日期 如果是转股的话 就做出转股决定的日期 所以他俩之间应该没有什么业务上的边界 只不过是一条思路捋下来之后 你会发现很容易记 这个是有关于股息红利的收入确认时间的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提示四 那么提示四当中 其实说的就是一个资本攻击转增股本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那么他这个收入应不应该确认 并且呢 应不应该增加他的继续基础 我们看一下税法当中的具体规定 也就是说呢 被投资企业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这个B企业 对吧啊 他接受了投资 所以呢 他叫被投资企业 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的溢价 所形成的资本攻击 转为股本的 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 也就是说 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是一种收入来进行处理 对吧 既然你不把它当作收入来进行处理了 那么投资方企业 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数基础 因为你没有把它当作收入来进行处理 所以呢 你就没有交税 对不对 那你没交税的话 那你怎么能去改变它的相应技术基础呢 对不对 你就不可能去增加它的技术基础了 所以呢 这是从啊 总体上来讲 我们说把这个话呢 给他理解一下 对不对 但实质上来讲的话 它深层次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涉及到的就是一个资本溢价 也就是资本攻击转资股本的问题 那么我们都知道哈 所有者权益 是分为以下这五项 一个呢 叫做股本 一个呢 叫做资本攻击 资本攻击当中呢 包括这个资本溢价 还有其他 对吧 然后呢 还有盈余攻击 还有微分配利润 还有一些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在这的话 我们就不做讨论了啊 我们大体上来讲的话 分成这四类 那么其中呢 股本和资本攻击 我们一般认为 它应该是投资者投进来的 对不对 投资者投进来的这些资本 所以呢 也就是相当于大股公司 投进来的这部分资本 假如说大股公司 现在投了一千两百万 好吧 一千两百万 那么其中呢 六百万作为股本了 还有六百万呢 作为了资本攻击 那就是说 人公司肯定不可能说 你投多少钱 我就都把多少钱 确认为股本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一般来讲的话 都是一部分 进入到股本当中 这是实打实的 还有一部分呢 进入到资本攻击当中 对吧 那么在这的话 就相当于一半一半吧 六百万进入到股本 六百万进入到资本攻击 很好理解 对吧 那么他现在说的是什么事呢 就是说 现在要把资本攻击转增股本 要把资本攻击转增股本 什么意思呢 那也就是说资本攻击当中 假如说转出了三百万 进入到了股本当中来 也就是说股本现在加上三百万以后 变成了九百万 那么资本攻击当中 也就是这个资本溢价当中呢 现在减掉三百万 变成了三百万 对吧 但是大家看一看啊 不管你现在怎么减 怎么从资本攻击当中转增股本 那么现在一千两百万的这个总量 有没有发生变化 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不管你怎么变 你就是从左头放到右头 对不对 不管你怎么变 它都是一千两百万 因此针对所有者来讲的话 我投入这个资本量 有没有发生变化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对不对 它没有增加 因此来讲 我没有增加的话 我怎么去确认呢 就没有办法去确认 因此我们针对这一项来讲的话 我们知道啊 你的资本攻击转增股本以后 是不能够作为投资方企业的 股息红利收入的 对不对 因为整体它都是在所有者权益 这个理念来做讨论 对吧 而且呢 所有者的这个投入的资本量 也没有具体的增加 因此我们说 左兜放右兜的这个事 你就不要再去确认 股息红利收入了 这是其中的一个啊 另外呢 在这给大家补充一下 假如说现在呢 他的说法发生一些变化 那么如果要是从 留存收益当中 转了一部分 转到什么 转到股本当中去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算 啊 那也就是说 有的一部分的企业呢 有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呢 我正常生产经营 对吧 哎 我作为背头子企业来讲 我生产经营 生产经营情况比较良好 那么我把其中一部分 给股东分了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我是留存到企业当中 作为留存收益 具体的表现形式 大体有两种 一种叫做盈于攻击 一种叫做未分配利润 就往这个里边寄 对吧 那么如果现在 我们从留存收益当中 拿出了一部分 然后转入到什么里 转入到股本当中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应不应该确认为 股息红利收入 应该 应该 为什么 因为现在是相当于 我们已经从留存收益当中 往外转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你的所有者 投入这个资本量 是不是就增加了 对吧 那也就是说呢 所有者取得这个权益 已经增加了 对不对 因此呢 那我肯定是需要确认 股息红利收入的 那么你既然确认了 股息红利收入的话 那么投资方 企业也就应该增加 该项长期投资的 基础基础 所以呢 前后这也是对应的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看一下 究竟是资本攻击 转增了股本 还是后面的 留存收益转增股本 他们俩之间的具体规定 是不一样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利息收入 那什么叫利息收入呢 我们来看啊 利息收入呢 是指企业将资金提供他人使用 但是不构成权性投资 或者因为他人占用 本企业资金取得的收入 那么先看到这儿 后边包括的一些项目 我们一会再看 我们就是先看一下 它具体的概念 首先来讲 从它的概念出发 我们能知道 利息收入 利息收入 我们使用的是 它的什么东西 使用的一定是 它的资金 对吧 所以呢 就相当于是 我把钱呢 借给你了 对吧 我获取这个利息收入 那么我借给你这个钱 是借给你这个钱的使用权 对吧 所以呢 两个关键词 一个是借的资金 另外一个借的是 这个资金的使用权 所以一定要注意 这个使用权的问题 为什么在这儿 给大家就要做强调了 就是因为 从利息收入开始 你会直接看到 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和特议权使用费收入 这三项收入之间 比较相近的一个地方 那么从概念出发 我们就能看得出来 一定是结合使用权的转移 一定要看好 它是使用权的转移 因为我们在前面 讲了一个财产转让所得 那个财产转让所得 主要转的是什么 主要转的是财产的所有权 所以跟这个使用权 是完全不同的 但是呢 在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特议权使用费收入当中 你会发现 转的是什么 转的是资金的使用权 转的是资产的使用权 转的是特议权的使用权 所以呢 都是围绕 使用权来进行展开的 所以在这儿的话 我们一定要 跟前面做一个区分 同时呢 也把利息收入 租金收入 特议权使用费收入 把这三个 把这割仨 放到一起来看 啊 好 在明确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简单看一下 包括什么呢 包括存款利息啊 贷款利息啊 债券利息啊 还有欠款利息 对吧 包括这些项目啊 我们简单了解一下 就行了 然后还是 捋着这几条线 对不对 第一条线 叫做应交的流转税 利息收入当中 刚才讲了 对吧 股息红利的话 我们不涉及到增值税的问题 但是利息收入 一定是金融企业当中 跟前面我们税议的内容呢 要进行一个结合啊 然后看会计处理 针对利息收入来讲 我们一般寄的时候 把它寄入到这个 这个投资收益啊 或者是充减财务费用啊 这些都有可能 对吧 针对于一些 比较特殊的类型的企业啊 例如说我就是银行 对不对 银行 我就是吸收存款 放出贷款 然后呢 我的主要的收入形式 就是收利息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针对于银行来讲 取得这个利息 是不是就作为 它的主营业有收入了 对不对 这是针对特殊的主体来讲 啊 但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都是寄入到投资收益 或者财务费用的 啊 我们知道一下 这个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条件 就是收入的一个 确认时间问题 那么收入确认时间 这我们要知道 我们看利息收入的确认时间 它是合同约定的 照人应付利息的日期 来确认收入的时间 对不对 那么在这的话 我们一定要抽离出 这个关键词 因为我刚才讲过了 利息收入开始 跟后面租金 特许权使用费 对吧 都是有联系的 所以呢 我们把它抽离出来以后 你会发现 后边的他也这么规定 啊 我们看一下 抽离的关键词是什么 就叫做 使用人应付费用的日期 使用人应付费用的日期 那么结合到利息收入 这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叫 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 因为那个费用 在利息这来讲的话 这不就主要针对的 就是这个利息呗 对不对 那如果说换一个 换成什么 换成租金了 那么很明显 使用人是谁 成租人呗 那就是合同约定的 成租人应付什么的利息 应付租金的利息吧 对吧 应付租金的这个日期 来确认收入的实现吧 对不对 所以这也没有什么问题 啊 然后特许权使用费呢 特许权使用费 就是合同约定的 特许权的使用人 对吧 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 来确认收入的实现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不都一样吗 但是抽离出来以后 你会发现 关键词就是 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一块 就叫做 使用人应付费用的日期 哎 这个我们要清除 这个我们一定要清除 因为我们 在这个地方 设置小题的时候 往往考的就是这个点 考这哥萨的时候 往往考的就是这个 收入确认时间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答题 比较便利的 这么一个简化的记忆形式 好 接下来呢 再给大家做一个补充 啊 这个补充呢 其实就是把我刚才讲到的 这个股息 红利 以及啊 利息收入 做一个简单的变习 为什么啊 因为我们后面会涉及到 一个比较特殊的业务 我们一定要清除 利息收入跟股息红利 然后才能去变习 后边的混合性投资业务 哎 好 那在这的话 我们简单看一下啊 首先针对于利息来讲 利息它的特征是什么 一定是债权性的 一定是债权性的 对吧 哎 就相当于我把这个钱的使用权 让赌给你了 对吧 然后呢 你现在到期了以后呢 给我回本复息 所以呢 这种债权性 其实同时还体现出一种固定的期限 固定的期限 对吧 这是属于利息收入 啊 利息收入 那么针对于股息红利收入呢 股息红利收入的话 它代表的是一种权益性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它不是债权性的投资 是一种权益性的投资 所以在这的话 我们取得的收益 也是一种权益性的收益 啊 所以利息收入跟股息红利收入的话 一个是债权性 一个是权益性 同时债权性和权益性 对应的后面的特性也不一样 什么呢 一个是利息收入 我们说不管你经营情况究竟什么样 你作为被投资企业来讲 哪怕你亏损了 你到期以后 你也需要给我回本复息 所以呢 这个利息收入 针对投资方来讲 一定是保本的 那么针对于股息红利呢 股息红利来讲的话 那投资方跟这个被投资企业 他俩之间呢 绑到一起了 对不对 融入与共了 所以呢 他一定是非保本的性质 哎 非保本的性质 这个要注意 同时呢 利息收入是风险 无共担的 对不对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对吧 不管你挣了赔了 你都得给我钱 然后呢 股息 红利等等 那么这种的话 一定是风险共担的 因为你俩融入与共了 所以呢 这个就是利息收入 和股息红利收入的一个 特性上的一个变析 一个呢 是具有债权性 保本 风险不共担 一个呢 是具有权益性 非保本 风险共担 同时呢 我们也需要强调一下 就是这个利息 这个是具有期限的 对不对 那么股息红利是没有固定期限的 所以呢 它是无固定的期限 所以这也是他们两个之间 比较显著的一个区别 然后了解了它的特性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收入的确认时间 因为我刚才讲了嘛 对吧 主要考的不就是收入确认时间吗 所以呢 在这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收入确认时间的变析 首先针对利息收入来讲 我们刚讲过 叫做什么 叫做使用人应付费用的日期 那么放到利息收入当中 也就是合同约定的 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 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吧 然后看一下股息红利 股息红利的收入确认时间 一定是背头的企业 背头的企业 对不对 大家记住 大家记住就看那个币 对不对 又在说这个币的问题 我们在前面讲竞内所得 竞卖所得的时候 是一道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个 在这儿讲到一般收入确认的时候 还在讲这个问题 所以你看股息红利 还是在看这个币企业 看的是背头子企业 股东会或者是股东大会 做出利润分配 或者转股决定的日期 所以一定要看好 一个是背头子企业 这个我们要清楚 主体是看背头子企业 然后一定要是看他做出利润分配 或者是转股决定的日期 也就是说 他既是权益性 同时又具有债权性投资的特点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区分 一定要给大家做一个区分 就是你必须要区分开 什么是利息收入 什么是股息红利收入 对吧 因为在这个地方 混合性投资业务当中 我们叫民股实债 也就是说 虽然我叫混合性的投资 对不对 但事实上来讲 我在处理的时候 有可能是按照债权来进行处理 这是先告诉大家一个结论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既然刚才讲到了 说混合性投资业务 它兼具权益性和债权性 那么我们自然而然 就会引出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针对于这项混合性的投资业务 我究竟是按照 股息红利来进行计算 还是按照利息收入来进行计算 我们征税的话 一定要给他划分一个收入类型 对不对 那我究竟按照哪一个来进行计算呢 这是我们衍生出的一个问题 对吧 那么在说法当中就告诉你了 只要你符合下列条件 我们就按照利息性质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说 在什么时间确认收入 那么是在被投资企业 应付利息的日期来确认收入 这就符合利息收入的 收入确认时间的特点了 对吧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一下 那符合什么条件 才能当做利息呢 我们看啊 符合的条件在这 符合下边这五项啊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为什么符合这五项 我们就把它当做是利息收入来进行确定呢 啊 看一下啊 首先第一项 他说被投资企业接受投资以后 需要按照投资合同 或者是协议约定的利率 定期支付利息 一定要看好这几个关键字 叫做定期支付利息 定期支付利息 这是什么特点 这是谁的特点 这是股息红利的特点吗 很明显不是 这是利息的特点啊 对吧 到期还本复习 不管你经营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 我就是到期了我去仓要钱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看好 这种定期支付利息的 或者是定期支付保底的利息 或者固定利润 或者固定利息的等等啊 性质上来讲 都是定期支付利息 对不对 那这种都叫利息性质的 因此呢 你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那肯定是 起码它不应该是股息红利 对不对 它符合这种利息的特点啊 这是第一个条件啊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有明确的投资期限 或者是特定的投资条件 并且呢在投资期满 或者是满足特定的投资条件以后 被投资企业需要赎回投资 或者是偿还本金的 那也就是刚才我讲的 有期限的 对吧 而且到期要还本付息的 所以呢 这种性质的话 一看一眼 是符合利息收入的特点的 对吧 这是第二个啊 第三个 那么投资企业 对被投资企业 净资产不拥有收入权 大家想一想啊 如果你是股息红利性质的话 那么一定是 我给你投钱了以后 我是拥有你企业当中的资产的所有权的 对不对 因为我给你 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哈 弹务公司 给谁进行投钱了 给B公司进行投钱了 投了多少呢 投了200万 占了20% 对不对 占那20%就相当于 对应你B公司20%的资产了 对不对 所以呢 那我肯定是针对于你这个净资产 是拥有所有权的 这是股息红利的性质 但是利息就没有这个相关性质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第三个条件主要从这个层面来进行理解就可以 第四个 投资企业不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如果你是股息红利的话 那么你就具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所以你会发现从第三个开始 一直到第五个 我都可以告诉大家 第三个到第五个 它都不符合股息红利的特点 所以呢 你看第一个第二个是符合利息特点 第三个到第五个是不符合股息红利特点 因此把这些条件都加到一起以后自然就构成了混合性投资 它的条件 所以叫做民股实债 按照利息来进行处理 所以这不就通了吗 对不对 为啥按照利息进行处理 因为要不然它就是具有利息性质 要不然的话怎么 要不然的话它也不符合股息红利的这种性质 最后我们看一下第五个 第五个是投资企业不参与被投资企业日常经营活动 那么如果你是股息红利的话一定是参与的 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要清楚 就像我刚才给大家做的总结一样 一和二是利息性质 对不对 第三个到第五个不符合股息红利性质 因此把这些条件加到一起 就共同构成了混合性投资业务的条件 那么既然这个条件我们知道了 是吧 那么这个条件知道了以后呢 我们前面这个结论叫做按照利息性质来进行处理 对吧 那我所得税在进行计证的时候 也按照利息性质来进行计证吧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分别看一下投资企业被投资企业 分别按照利息性质来进行计证所得税的时候 所得税的处理具体是什么样的呢 首先看一下投资企业 应于被投资企业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然后进入到当期的应大税所得额 这个是不是刚才跟这个利息收入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在这的话没有什么太多给大家讲的 对吧 一定要注意叫做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 没有任何问题 然后再看一下被投资企业 被投资企业是应于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利息支出 对不对 因为你应付利息的日期在投资企业这儿确认利息收入了 所以呢 针对于被投资企业来讲的话 我也是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利息支出啊 那么你确认利息支出了以后 我就按照一定的规则做税前扣除 对不对 做税前扣除 那么这个规则是什么 就是按照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利息支出的规定 来进行税前扣除 为什么因为一般来讲的话 你看这个大用公司也不是金融企业 B公司也不是金融企业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税法当中有一个非金融企业 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时候 那么产生的这种借款利息支出的一个相闻规定 也就是说不能超过同期同类银行的贷款利率 对吧 所以呢 在这儿我们要注意一下啊 那么一定是按照什么 按照非金融企业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的相闻规定来进行扣除 绝对不能是巨矢扣 在这儿一定注意啊 因为在出题的时候有可能给你换俩字叫巨矢扣除 这俩字出现的时候就是错的 因为你巨矢扣除的话 往往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它不符合市场规律 那么符合市场规律的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说如果是民间借贷行为的话 大家想一想啊 往往这个利息会比较高 对不对 往往这个借款利息会比较高 对吧 假如说借款利息 那么利率的话是10% 这是实际上来讲这个大用公司借给B公司这些钱 然后呢收得的这个年利率 对不对啊 是10% 但事实上这个银行呢 规定是8% 对不对 那你在扣除的时候 那你能按照10%扣除吗 肯定不能按照10%巨矢扣除 你得按照银行的这个同期同类贷款利率8%来进行扣除 所以呢 它主要说的是这个事 所以在这个地方 它就容易出一些干扰项 啊 例如说巨矢扣除这样的字样 我们一定要注意啊 出现巨矢扣除的时候 一定啊 在内心当中要提醒大家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究竟是不是巨矢扣除 哎 有可能错就错到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个 叫做赎回投资 赎回投资呢 那也就是说呢 其实现在大用公司给B公司投资了以后呢 现在B公司觉得说 我现在不想让你给我投资了 那现在我要做投资赎回 对不对 所以呢 在做投资赎回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所得税究竟应该如何来进行处理 那么对于被投资企业赎回的投资 投资双方应于赎回时 将这个赎价与投资成本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债务重足损益 分别进入到当期的应拿税数的额 首先来讲 大家一定要清楚的就是 现在呢 我针对于B公司来讲 这个被投资企业 我不想让大用公司再给我投钱了 所以呢 我做了投资赎回 投资赎回的过程当中 有可能会产生差额 这个差额是啥意思 假如说啊 现在还是大用公司给投了200万 对不对 但是我做投资赎回的时候 我是花了220万 做了投资赎回 所以现在是不是相当于多了20万 对不对 这20万不就是差额吗 对吧 因为一开始大用公司给你投了200万 那你在想赎回的时候 可能大用公司就输了 你需要给我支付220万 才能把当时这20%的股权赎回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多余的这20万就是差额 差额记录到哪里 差额记录到债务重组损益 因为现在我们是按照债权来进行处理 所以就相当于 我通过投资赎回了以后 咱俩之间这个债务关系 债权债务关系就已经停止了 因此那么差额20万 很明显就应该记录到债务重组损益当中 然后呢来进行税务处理 对不对 所以赞家这样去理解 这个债务重组损益出现的就不突兀了 对吧 首先来讲它就是债权性质 对吧 然后呢 现在在免除这个债权的时候 那么涉及到了一个投资赎回 赎回的时候 差额这20万 怎么办 那差额20万的话 就当作债务重组损益 来进行处理就好 对吧 那我挣了钱了的话 那么我就记录到当期的应拿税所得额 对吧 如果我赔钱的话 那我就调减一下当期的应拿税所得额 对吧 所以就要分别记录到当期的应拿税所得额当中 对吧 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可能带我公司挣钱了 或者是B公司挣钱了 那么你该往里寄就往里寄 就完事了 就是这个意思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部分知识点的新增 那么新增内容的话 其实我们在这个第一节内容当中 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那么在这的话 再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 首先呢 第一个新增就是境外投资者 在境内从事混合性投资业务的税务处理 事实上来讲的话 它的核心还是从事混合性投资业务 刚才我们讲了 说混合性投资业务 一般来讲 应该按照什么来进行处理 叫做民股实债 也就是说 我们是按照债权来进行处理 收的是利息 对不对 收的是利息 因此呢 我们说 如果你是境外投资者 在境内从事混合性投资业务 那么它的税务处理 这里有个新增 是吧 那么它的变化是什么呢 它的变化主要体现在 假如 假如你符合下面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之下 就是这个一和二 这两个条件 你都符合了以后 我们仍然按照股权来进行处理 也就是说 取得了这是股息红利 不再按照利息来进行处理了 按照股息来进行处理了 那我们看一下 它符合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 该境外投资者 与境内被投资企业构成关联关系 你构成关联关系了以后 我们还能用这种非金融企业 向非金融企业借款利息支出的 普通规定来进行处理的吗 一定是你俩之间 存在这种关联关系来进行处理的 对吧 所以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境外投资者所在的国家或者地区 那么将该项投资收益认定为 权益性的投资收益 那么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国家是把这种 从事混合性投资业务 认为它是民股实债 认为是一种债权 对吧 但是在人家这个国家 因为他是境外投资者嘛 对不对 在这个境外投资者 所在的这个国家 是把这一项投资业务 当作是权益性投资业务 既然你当作权益性投资业务的话 有可能在人家国家 也是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 那么在这儿 我们就知道了 在人家国家当作权益性投资业务 因此我们境内的这个被投资企业 向境外投资者支付的这个利息 在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情况之下 我们把它当作是股息来进行处理 因此你把它当作股息来进行处理 同时在人家那个国家 也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因此你还能做税前扣除了吗 就不得进行税前扣除了 对不对 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对吧 它只不过是说 混合性投资业务的 这个投入的主体 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是境内的 对吧 现在的话我告诉你了 这个投资者是境外的 对吧 境外投资者当中呢 可能产生了这两个条件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话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股息来进行处理 然后呢 不得在税前进行扣除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新增 那么第二个新增的话 它说的是可转换债券 转换为股权投资的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也就是说还是涉及到一个债务的问题 因为现在说的是可转换债券嘛 对吧 所以我也把它放到这个利息收入当中来了 来给大家讲一讲啊 首先谈到债券问题 那么我们不可避免的双方 一个叫做购买方 一个叫做发行方 对不对 也就是说买卖双方吧 对不对 买方我们叫购买方 卖方的话我们叫发行方吧 那么它都涉及到 针对于这一项利息所得的一个 所得税处理问题 好 那我们看啊 首先针对购买方来讲 假如他现在购买了这个可转换债券了 那么在其所持有的这个期间 是按照约定的利率取得的利息收入 同时呢 应当依法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 也就是说我把它认定成是 这种约定利率以下的利息收入 对不对 好 那么既然你取得了这个利息收入的话 你就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 对不对 这没有什么可说的吧 好了 那现在针对于发行方来讲 那么发行方企业 发生的可转换债券的利息 应该按照规定在税前进行扣除 这是因为购买方 我已经按照利息收入交了企业所得税 所以呢 针对于发行方来讲的话 就是这个卖方来讲的话 我也应该把它当作是利息支出 然后在税前进行扣除 所以他俩是对应的 对吧 然后呢再看 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的叫可转换债券 对不对 可转换债券转换成什么了呢 转换成了股权投资 也就是说把债转成了股 对不对 这就是很典型的债转股的问题 债转股的问题 那么我们刚才研究的呢 是可转换债券的这种形式 看到了购买方 我们应该确认利息收入 对吧 缴纳企业所得税 然后呢作为发行方来讲的话 我们确认利息支出 然后在税前进行扣除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可转换债券 如果现在发生转换了 转换成股权投资了 那这个时候 他的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如果说购买方企业 可转换债券 转换为股票了 那么应收未收的利息 我们在税法当中 也应该当作是 当期的利息收入 进行申报纳税 也就是说 我不管你在会计上 是怎么来进行处理的 你现在没有把它 确认为收入 但是在税法当中 我也仍然把它 确认为是当期的利息收入 进行申报纳税 这个就是事实中于形式 对吧 所以即使说 我这钱真的没收到 那么我也需要 确认利息收入 来进行申报纳税 这个就是 在这个转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针对于购买方来讲 可能会产生 应收未收的利息 因为针对于发行方 有可能 现在我就没有钱了 我给你支付不了 这利息 怎么办呢 还是举之前 在前一部分 给大家讲的那个例子 假如说现在 还是 那么 这个购买价呢 购买了一个 可转化债券 对吧 购买价呢 是100万 对不对 100万 好 那现在100万呢 现在还有 本期的应收未收的利息 10万块钱 那么针对于购买方来讲 这叫应收未收 那针对于发行方来讲 这叫什么 这叫应付未付啊 就是我没钱支付给你 这10万块钱利息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就想了个办法 说那咱俩就债转股吧 对不对 债转股了 所以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说这10万块钱 一并转为股票的 那么我应不应该把它 确认为收入 应该 确认为利息收入 然后呢 进行申报纳税 这叫实质终于行事 然后你确认完了以后 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注意的 就是转化以后 该债券的购买价 应收未收利息 以及支付的相关税费 同时作为 该项股票的投资成本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确认一下 这个股票的 投资成本问题 那么一共是三项 一个是购买价 一个是应收未收的利息 还有一个 是支付的相关税费 假如说支付的相关税费 也是10万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应该确认多少万 120万的股票 这个投资成本 这个我们一定要确认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可能 涉及到一个问题 假如说现在呢 这个公司啊 这个投资的这个公司啊 投资的这个公司呢 有可能以后 要把这个转化成的 这个股票呢 进行转让 那转让的时候 我们上一节课 刚刚学过 那你股票放上转让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转让的收入 在减掉转让的成本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认 这个转让成本呢 如果你不确认 转让成本的话 以后我去计算 转让所得的时候 我去计税的时候 怎么去计呢 那不就没法计了吗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在前期 在你发生这种 可转换债券转为股权投资的时候 就确认一下 股票的投资成本 投的成本 三个项目 一个叫做购买价 一个叫做应收未收的利息 还有一个叫做支付的相关税费 这三项加到一起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发行方 对吧 发行方 那么刚才说了 针对购买方来讲的话 我把它确认为利息收入 该交税交税 那么针对发行方来讲的话 那么按照约定 将购买方持有的 可转换债券和应付未付的利息 一并转为股票的 那么其应付未付的利息 视同已经支付 视同已经支付 其实支付了吗 没支付 但是我视同你已经支付了 因为对方已经按照 视同你已经支付以后呢 进行确认收入了 已经交税了 对吧 所以在这 我也是确认为 你的一项支出 那既然你确认为一项支出了以后 可不可以再税前扣除 那么按照相关规定 可以再税前扣除 所以呢 你看前面计税 后面就扣除 所以他俩一定是对应好的 所以在这个新增内容当中 大家只不过是 把购买方的所得税处理 然后还有发行方的所得税处理 做一个对应的计议就可以了 所以呢 这个逻辑是很简单的 接下来呢 我们通过这个题来练一练 2021年3月份 假公司向 以公司投资了300万 期限呢 是5年 每年年末呢 收取了固定利息 也就是说 我给你做了投资 对不对 名义上是投资 但事实上来讲 我每一年收取固定的利息 因此来讲 这是一种利息收入 对吧 那下列关于该项投资业务的 税务处理的说法当中 正确的是啊 看这种题的时候 把关键词都画下来啊 正确的是 好 看一下 A选项 说假公司收到的固定利息 为免费收入 那我现在确实是 把它当做了 是一种利息收入 不是股息 红利等全型投资收益 但是利息收入 你得计税啊 对不对 所以它不可能 直接就变成免费的了 所以呢 A选项是错误的 B选项 假公司应于应付固定利息的日期 确认收入的时间 那么我们谈到利息收入的时候 收入确认的时间 记着我给大家说的那几关键字吗 叫做什么 叫做使用人应付费用的日期 所以呢 B选项当中 说的是应付固定利息的日期 是不是正确的 没有问题 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呢 C选项 以公司支付的固定利息 可以据实在税前扣除 还是犯了这个毛病了 对不对 看到据实扣除的时候 回想一下 我们刚才讲那个内容 是不是说按照什么 按照非金融企业 向非金融企业借款的利息支出 来进行扣除 因此不是据实扣 不是据实扣 一定是不能超过 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率的 这部分才能扣啊 然后看D选项 假公司应于实际收到 固定利息的日期 确认收入的时间 还是我们 既然刚才已经讲到了 叫做应付应付 对不对 所以呢就不是实际收到的日期 所以呢 递选项是错误的 递选项对啊 所以这些递选B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租金收入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概念 什么是租金收入呢 它是指企业提供的固定资产 包装物 或者是其他有型资产的使用权 取得的收入 也就是说关键词一定要注意 一个是资产 一个是使用权 对吧 那也就是说我们前面 在讲利息收入的时候 它往外出租的是什么 其实它往外租的 只不过是自己的一些 这个资金 对吧 那么你把资金的使用权 让渡出去了以后 收取的叫利息 对吧 现在你让渡的是什么 让渡的是资产的使用权 因此你收取的就叫租金 例如说大伙公司 下边有很多门市房 把这个门市房呢 对外出租了以后 收取的这个租金 就是属于租金收入 所以这个一定要跟前面的概念 做一个比较 其实还是一个使用权的转移问题 对不对 然后取得了相应的收入 所以前面叫做利息 这就叫做租金 接下来我们还是从这几条线来出发 理解什么叫租金收入 那么租金收入当中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的就是 它应交的流转税 根据租金收入来讲 应不应该交增资税 肯定应该交增资税 对吧 所以我们还需要看一下 它究竟是有形动产 还是说一些 这个相应的一些无形资产 对吧 所以在这我们一定要清楚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会计处理 在会计处理当中 我们需要知道 这个租金收入的会计处理 是进入到什么科目当中来的 是进入到其他业务收入 进入到其他业务收入 因此看到其他业务收入 就记住这是一个重点的项目 为什么 因为主任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和适同销售收入 这三项收入形式 共同构成了广宣费 和业务招待费的 扣除限额的基数 对不对 因为它都跟什么相关 都跟我们在税法口径之下的 销售收入 或者在营业收入相关 所以呢 一定要注意 但凡你进入到这三项 收入当中去的 那么这一些收入形式 都有可能会影响到 后面的一个扣除问题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确认时间的问题 也就是说租金收入的确认时间 是按照合同约定的 乘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 来进行确认 还是吧 使用人应付费用的日期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注意啊 它都是存在这几个关键词 并且这几个关键词当中 你一看到应付 其实还是一个 全得发生质的问题 对吧 前面的话 也是全得发生质的问题 包括说我们 刚刚讲过的这个租金 包括说前面的这个利息 都是 所以呢 在这儿 我们只需要把关键词 记住了就可以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提示四 提示四呢 是说了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 我们来看啊 他说呢 如果交易合同 或者是协议当中 规定租赁期是跨年度的 也就是说我这个租赁期限比较长 可能三年五年 跨的年度了 并且呢 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 那么出租人可对上述 已经确认的收入 在租赁期之内 分期的均匀 进入相关年度收入 也就是说呢 如果现在我是一次性取得了租金 那么我把我当公司的这个固定资产 向外出租了 假如说我这个门市房向外出租了 出租给B公司 对吧 那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能是十万 那B公司说 说这样吧 我一口气呢 租五年 对不对 租五年的话 我就提前把这五十万一次性支付给你了 那么针对于这五十万来讲的话 办公司应该如何来确认自己的收入呢 那么现在就告诉你了 应该是在租赁期之内 分期均匀 进入到相关年度的收入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在这五个纳税年度之内 分别来进行进入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不对 这体现的是一种收入跟费用的配比原则 也就是说 在这五年当中 可能还发生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 对吧 那么你的收入 跟这个费用呢 要配比 所以呢 是在受益期之内 分期均匀的 进入相关年度的收入 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分期进入的问题 而不是一次性进入 所以在知道这个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就是租金收入 在其他税种当中的一些相关规定 也就是说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前后的对应 有的时候可能因为在一个租金收入这 可能会出题 对吧 所以呢 在这给大家做了一个 小小的一个总结 如果涉及到增值税问题 房产税问题 印花税问题 那么有关租金收入这 我们应该如何来经济税 首先 针对增值税来讲的话 提供租赁服务 采取预收款方式的 也就是说预收款 就是相当于我之前就已经预收了啊 预收了这个款项了 那么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应该是收到预收款当天 也就是说 我收到预收款的时候 那么我就全部都确认为当期的这个收入了 对不对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讲到的这个分期计入是不一样的 锁的税当中 我们谈的叫分期计入 对不对 在增值税当中 我们如果出现了这种预收款方式 那么我们就计入到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所属的纳税期就行了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呢 房产税 房产税是按年来进行计算 然后呢 分期来进行计算 因为我们在房产税当中 也涉及到一个重足继承的问题 对吧 然后印花税 印花税的话 也有可能会签定一些租赁的合同 对不对 那在树立的时候 一次性的来进行讲大 所以呢 这个都是涉及到的一个 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也就是说收入确认时间的一个问题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 了解了这个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些题是以前年度的一个真题的改编 首先我们看 提案部分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呢 某公司将设备租赁给他人使用 合同约定呢 租期是从2019年的9月1日 到2022年的8月31日 那也就是说跨了纳税年度了吧 对吧 然后呢 每年不含税的租金是480万 2019年8月15日 一次性收取了三年的租金 是1440万 1440万 所以如果问到增值税问题的话 我们刚才刚刚讲过 是不是说你现在是2019年的8月15日 提前一次性预收了1440万的租金 对吧 所以那么你采取这种预收款方式的话 那是义务发生时间 应该是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对不对 所以你这一部分租金收入都应该记录到2019年 因此你会看到 他说下列 关于该项租赁业务收入说法正确的是 A和B选项当中都是增值税的这个收入确认的问题 那么增值税收入确认的金额 一个是480万 一个是160万 对吗 不对 我刚才刚刚讲过 对吧 那么你需要把这1440万都应该记录 所以A和B都是错的 然后再看一下C和D 是有关于企业所得税的收入确认的问题 那么企业所得税收入确认的问题 能不能确认为1440万 不行 企业所得税的收入确认问题 我们刚才刚刚讲过叫做分期均匀记录 对吧 所以你起码 你也应该是从480万当中往外记录 对不对 所以不可能直接一次性记录1440万 然后我们再来分析 说这480万都能记吗 不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2019年这一个年度当中 我们说一共几个月 9月1日开始 9月10月11月12月 一共才4个月 对不对 所以这480万我们应该乘以12分之4 只有这4个月的租金可以记录到2019年 其他的话我们应该记录到2020年呢 2021年呢 2020年对不对 所以在这我们一定要注意 那么你涉及到这个提前一次性收取的租金 在所得税当中我们叫做分期均匀记录 那么在增值税当中我们叫做什么 叫做收到预收款的当天 对不对 所以呢 在这我们知道480万乘以12分之4 也就是乘以1分之1等于160万 因此这个提选 低选项 所以这个一定要区分开 在增值税当中怎么规定的 在所得税当中应该怎么规定 一个是一次性记录 一个是分期均匀记录